香港防癌会每年12月2个星期日 都会举行香港癌症日 其实近年来说 我们都知道 癌症方面有很多资讯 都是日新月异 很多治疗发展的方向 市民都很想知道 今年香港防癌会特地举办了 一系列的网上讲座 癌症解密 邀请专家和医生 为我们讲解不同范畴的资讯 不过我们会把重点放在治疗方面 其实在普查和检测上 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今天在我身边 邀请到临床总楼科专科 吴伟堂医生为我们讲解 癌症的普查和及早检测的范畴方面资讯 吴教授你好 你好 我们点点提先 我们今天的主题 就关于癌症的普查和及早检测 可不可以讲解一下 癌症普查究竟是什么呢 癌症普查是一个 比较有系统的方式 去经过一个方法 或者一个program 去将一些没有病征的病人 透过一个普查的方法 将一些隐性的病 带出来的 重点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有系统的 不是说真的 随便找普通科医生 说我今天想做某某某检查 这样 这个就不是一个有系统的方法 就是有一些标准 是的 这样 例如很常见的情况就是说 我们会定了某一些特定的群组 它是某个年龄 某个界别 它有某种风险 这样 我们希望透过一个 比较上是有系统的方式 去做这个普查 这样 反而及早检测可能真的是 个人化一点的 自己可能有一个的 我们所谓的 awareness 或者警觉性 然后去做 是不是这样去理解 你可以这样说的 但是当然 普查的目的 亦都有一个重点就是说 希望透过这个方法 是将做到一个 及早去发现肿瘤病 这样 变成了 及早的检测 其实是最后的目的 可以这样说 明白 其实普查方面 当然是很好 可以抽出可能在社区里面 不知道自己有病的人士 可以及早去做一些治疗 那好处之后是这样 还有没有可能多些补充 或者是 原来普查也有一些坏处在这里 我先讲好处 好处当然 如果真是万一 真是不幸运 生了肿瘤病 什么时候都是 如果一个早期的病 越早期发现 它的医治的机会 或者是完全根治的机会 一定会提高了的 永远都是一个第一期的肿瘤病 好过一个叫做后期的肿瘤病 另外呢 就是说 治疗那里的复杂程度 也会减少的 例如我给一个例子 一个第一期的肿瘤病 你做一个手术影就足够了 但是如果这个病是更加严重的 有时就需要一些额外的治疗 那变成了 某种程度上就是说 你一个很早期的病 你甚至乎那个治疗那个的复杂度 甚至乎 就是试困一些的说法 那个用的洗肺 那样 其实某种程度上都是省了的 那变成了 早期的发现 那个病的好处就是这样 有理股员当然有币 那那个币处其实也都有的 那其实在我们的角度来 最担心就是说 普查有一些我们叫做假阳性的现象出现 就是说明明没有病 突然做到那个测试 或者一个阳性 那就令到那个明明是没有病的 你听到测试的报告之后 就真的很担心 那除了一个假阳性之外 假阴性也是一个问题 是的 假阴性的意思就是说 明明有病 但是在那个检测的途中 发现不了这样 那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做了一个检测 令到一个都是以为没有病的病人 其实他是有病的 而你又真的检测不了的话 那他就错过了一个黄金的时间 去做一个早期的治疗 那这个两样的问题 都是一个在一个 癌症保查上 一个最令我们担心的一件事 那第三样东西就是说 有时的确有些病癌病 它那个潜伏期可以很长的 它长到就是说 如果我们很早去发现到它 其实你就算处理了它 对病人整体的寿命是完全没有影响到的 那我给一个例子就是说 有一个很大年纪的市民 那他有一个很早期很早期很慢性的 前列腺肿瘤病 如果你透过普查去发现到出来呢 可能你就算做不做治疗都好呢 其实对它整体的寿命都没有任何的影响的 那变成呢 这些都是我们要考虑的因素 那还有其他因素 让我们觉得有时普查未必适合 就是说那个病本身不是一些很常见的病 如果你做大量的普查 去找一些不常见的肿瘤病的话呢 经济的效果就真的不是很理想 因为都有个成本在 对啊 没错 因为我们说不是做一两个病人 我们是说整个普罗泰众一起去做 那变成如果透过整个的普查 只是找到很少数的病人 那那个成本效益就不是理想了 所以其实我见到在医学界 无论是科学家或者是医生专家 可以怎样去普查或者有检测方法 都投放了很多资源 看看怎样可以做得准些 又可以省些成本 所以我们考虑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个 考虑整体你那个地区 那个病法的情况 去决定哪些的肿瘤病 是适不适合做这个普查 另外也要有一个好的方式去做 因为有一些肿瘤病 的确是没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去检测出来的话 也没有一个手段去做到这个普查 嗯 好好了 所以教授你就讲到就是 现在香港人在我们整体的 population里面 那个癌症的病法律是怎样 现在那个癌症的情况是怎样 我们怎样去选择哪些要做普查 哪些不用 我想其实数据上一定有 因为我们知道在香港来计的 五大常见的肿瘤病 第一位就是肺癌 是的 第二位就是腸癌 接着就是乳癌 前列腺癌病 还有肝癌 每一个这些常见的肿瘤病 因为始终是常见 所以某些程度上我们都会想 就是说有没有一些方式 就是说做到一个好的普查的效果 以肺癌为主 我们香港来计最常见的肿瘤病 但是在现时来计 发觉就没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去监察到的 是的 变成了肺癌就不是我们现时 在香港可以提供一个有效的一个补查的方法 反而我们会针对乳癌 腸癌 还有虽然没有那么常见 但是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去监察的 就是子宫颈癌 我们基本上针对这三个癌病为主 是的 其实现在很多市民都知道 这三种癌症都有一个 不可能普查的机制是怎么样的 但是会不会都是因为我们做多了普查呢 见到近年的数据 癌症的病法律 都是每一年都在升 是跟普查有关 还是我们都市人 可能不同的生活习惯 令到那个癌症的发病率提升了 有未必一定是普查得那么紧要 令到那个病法律提高了 而反过来就是香港现时的人均的寿命 是随着社会的进步是越来越长的 癌病的也确实很老实说是一个老人家病来的 当你年纪越来越大 你患肿瘤病的机会会提高 因为始终你的身体的一些机能上 细胞上会随着你的年纪来计 会越来越受到影响 变成癌病的病法律 其实跟你的人的平均寿命 是会有个直接的关系 是的 教授 不同的癌症可能都有不同的情况 可能有不同的风险会引致 如果病人或者应该这么说 市民他有一些担心或者怀疑 他应该要凭着一些什么的条件或者因素 去决定我需不需要去参加这些的西查 是 不同的肿瘤病的也确有不同的西选的方式 我先讲讲乳癌 乳癌的卫生署都有一些致癌 建议如果是44岁至69岁的妇女 其实是每两年做一次个预防的造影X光 当然不是每个妇女都会提议做的 我们都会有一些风险去评估 包括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那个妇女 如果是有些近亲曾经患过预防的肿瘤病 又或者他以前有个良性预防的病 那都是会有一个风险提高了的 那除此之外呢 一些未曾有个生育 又或者很迟才生小孩 又或者很早已经收了经 那我们的风险也都提高了 那另外还有两个因素 一个就是说体重 好像过重那样 又或者平时都很少做运动的 那这一类的妇女们 其实某种程度上 风险也会有起来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会建议他每两年 做一次预防的造影X光 那希望从而监察住预防 看看如果有肿瘤病的话 就可以及早发炎 那这个可以及早发炎及及早去医 好像刚才教授你所说 及早去医治愈的机会会会高一点 当然 另外就是现在很多人都知道 现在有一个政府的大肠癌西查计划 其实很多老友记都有参与 亦都真的可以帮到很多人 那可不可以说一下 在大肠的检查方面 或者是普查呢 其实是应该要怎样做 我们要去留意一下呢 那那个大肠癌计划 其实就是介乎50至75岁的市民 其实都是适合做普查计划 做的方式我们其实有三种的考虑 第一种就是做一个每年的隐血 隐血是什么呢 就是说基本上就将糞便的样本 看一看有没有一些血液 检查到出来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血液呢 就是说 如果一个 大家例如说 它有一个腸的肿瘤病 那其实那些肿瘤病 有时会损 那它就会流出一些血液 那这样 透过这些隐血 我们就可以知道就是说 有没有一些损了的地方 是可以发现到一些肿瘤病 那除了这个炎炎这个隐血之外 另外一个方式就是直接做内规镜 而内规镜都有两种 一个叫做简单一点的 只是看月结腸 其实就可以考虑就是五年做一次 那但是如果你说更加详细一点 直接照着全条腸的话 那其实如果做的话 就大概十年可以做一次 那这两个都是一个比较准确的方式 那直接是透过内规镜 去看到腸里面的状况 嗯 还有一个就是很多妇女都知道的 就是那个子宫颈癌的检查 但是之前一直都说 可能定期每三年做一次拍视频的检查 但是现在我看到最新有一些的修订 卫生署有些的建议 可以解释一下呢 这个是一个新的建议 还有年纪来的我们一般就是说 就算很年轻的病人 如果曾经有个性经验的话 其实我们都会建议他做一个 就是拍视频的抹片检查 这样的 而我们提议就是说 25岁至29岁 曾经有个性经验的妇女 其实已经是适合做这个普查计划的了 而我们的建议就是说 头那一年是会做过拍视的抹片检查的 然后如果没有事情的话 接着那一年都做多一次 如果两次都是属于正常的报告的话 那之后就会是每三年做一次 但是当他去到30岁以上 那我们会再考虑一个新的建议 就是直接做一个叫做HPV的一个检查 HPV的检查和拍视的抹片是有少少不同的 就是说原来我们发觉 子宫颈的肿瘤病和HPV的病毒 是有一个很大的关系 那变成呢 如果直接做一个HPV的检查 是另一个很敏感度很高的检查的方法 那变成呢 那变成呢 我们会提议就是说 30岁以上的病人 或者是妇女 那就每5年做一次HPV的检查 那当然你做HPV检查的时候 可以同时做过 这个HPV检查 HPV检查也是抽一些组织出来去化验 是的 没错 那他做的方法和做一个没片的检查 是很近似的 只不过呢 用那个的仪器有少少不同的 好像一个刷头那样 刷一刷子宫颈 在那个样本那里 直接去测试HPV的病毒 嗯 明白 以上你说的三种都可能有一些 都相对很清晰的指标 或者去介绍或者指引 去让市民可以知道 我符不符合这些条件 我需要不需要去做呢 但可能还有其他的癌症 那我们都可能会有些担心 有些朋友仔 他真的会很紧张 整天去做一些身体检查 坊间也都形形色色 有很多不同的所谓的套餐 其实我们作为一般的市民 我们怎样去理解不同的检查 我需要去做到多少 做到多少深入呢 我要考虑些什么呢 因素都要考虑很多 正如刚才有提到 就是说 不同的肿瘤病 它的病法的机会 其实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一般考虑一个 癌症普查 首先要想一想 那个地区最常见的肿瘤 是什么肿瘤病 还有第二件事 就是要考虑 有没有一个很好的方式 去监察到那一类的病 给个例子就是说 肺癌的而且在香港 是一个最常见的肿瘤病 但正正就是说 它没有一个很好的监察方法 所以就是没有一个普查的计划 是可以适合去 及早发现肺的肿瘤病 那另外一类的 就是常见的肿瘤 我们叫做前列腺肿瘤病 那又是这样的情况 就是说 是有个方法去尝试去监察这些病 但是始终来计呢 就是说监察那个的能力 不算高得很紧要 那还有呢 前列腺的肿瘤病 一般的生长都比较上是缓慢一点的 那变成呢 暂时就没有一个证据显示 就是说 做过一个的普查 是可以将这个的肿瘤病 透过普查的计划 减低一般市民的死亡率 那我们其实很重要一个 考虑的因素 做一个普查 还是不做一个普查呢 其实就要看回普查的实际的好处 就是说 如果我们做了一个普查的计划 是可以令到那个肿瘤病的死亡率 是和不做普查的一个组别 是有一个大的分别的话 那这个普查计划才是一个成效高的一个方式 那如果是市民呢 那他要想自己需不需要做些什么的检查 那不一定是普查 那如果是这样考虑的一些因素 他会不会就是 例如他自己的家族病史 有没有家人有可能不同的一些癌症 他自己会不会有机会有那个遗传性 就是从这些方向去给他自身去考虑 是否这样理解呢 可以这样想法的 因为某一些的特定的情况 例如就是说 他以前患过肿瘤病 他又是给个例子 他以前生过预防的肿瘤病 那他虽然成功去医了之前的预防的肿瘤病 但是他另外一边的预防 其实都是那个风险会提高了 那我们会预计大概 那个风险提高两至六倍 那变成了另外一边的预防 就一定要定期去做一个检查 那另外一个也是因素去考虑 做不做一个普查 就是说家人有没有肿瘤病 例如就是说 如果家人尤其是直系的亲属 他曾经患过 例如抢癌的 那你的风险自然会提高 尤其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说 如果一个家人是很年轻 已经生肿瘤病的话 那我们就会担心 会不会有一些遗传性的肿瘤病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也会建议病人 或者普通的市民 因为他带着这个风险 所以就会提早做一些检测 来看看会不会 他都有同样的肿瘤病 明白 刚才教授你介绍了 就是可能不同的一些检测的方法 就是西查的方法 可能有些其实现在很多 就算不是西查 可能是自己病人 市民去做身体检测 很多时候做那样东西就是 抽血就做检测 就是现在所说的liquid biopsy 就是可以检测出 会不会身体潜藏了一些不好的东西 其实liquid biopsy 在整个癌症的普查来说 它扮演着一个挺重要的角色 暂时来的 医学上就没有一个 我们叫做liquid biopsy 是真的适合在普查的计划那里的 首先我解释什么叫liquid biopsy 就是基本上在血液里面 它尝试去看一看有没有一些 血液里面流动中的肿瘤细胞 又或者是一些肿瘤细胞 遗漏出来的一些核酸 科技是在那里的 但是要明白就是 我都没有知道市民究竟是什么肿瘤病 我们都没有可能知道 就是说究竟做哪一个liquid biopsy 是的 但是不是代表完全没有作用在那里的 例如我现在考虑做一个 你叫做鼻蓝的普查计划 的确实可以透过一些炎血 来看有没有一个EV病毒的DNA出来 或者EV病毒的核酸出来 最近其实我们都有一些研究显示 就是说可以透过这个途径 来及早发现鼻蓝 但是不是每个地方都有鼻蓝 鼻蓝你都知道是比较独特一些 就是说在中国来计 就算是南方人和北方人 其实都有一个很大的分别 南方人才有这个鼻蓝 这个东西 去到北方其实都不是一个常见的病 所以也不会去北京做这个普查计划 但是有时做身体检查 经常都会听到那个叫做癌指数 或者叫做肿瘤标记这个东西 这个都很常见的一个字眼 是啊 没错 肿瘤标记 或者我们叫做癌指数 其实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身体 就想着细胞都会分泌一些蛋白质出来 某些肿瘤 它那个叫做癌症的标记 就会随着我们那个肿瘤的形成 而令到这一类的蛋白质 是会比平常的市民是过高的 我给一个例子就是前列腺的肿瘤病 前列腺就是一个叫做前列腺的特度抗原 它是属于一个前列腺特别的一个蛋白质来的 只是男性才会有的 女性都会监察不到的 是的 它在前列腺的癌病来的 一般会比正常的情况 就是一个正常的男性是高的 是的 那我们希望就是说 透过这一个这样的癌症的标记 那如果是过高的话呢 去及早发现这个前列腺肿瘤病 但是问题就是说 这些这样的癌症标记 一般都不是很特定的 那变成呢 甚至乎一些的良性的前列腺病 有时都会比正常人偏高 那变成呢 如果你某某然没有特别的因素 去做这个炎血的检测呢 那有时的而且觉呢 它低又不知代表它有病还是没有病 它高也都不代表一定有病 有时是纯粹是其他的前列腺的肥带 又或者是发炎 令到它过高 那简单来说就是 这一类的我们叫做癌症指标呢 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 它那个敏感度呢 不算特别高的 是的 很多时候就是要透过额外的检查 去看一看如果真的很过高的时候的情况之下 会不会真的要再做一些活检 来去确诊 那变成了癌症指标呢 就简单来说一句 就真的不是很准确度很高 但是其实市民见到可能数值高了 真的会搞到自己很担心 是的 所以我刚才所提的就是 一个假阳性 假阴性的一些问题 是的 那这些都是我们做一个普查计划 那时候要考虑的特别因素 所以市民其实去看这些指标的时候 甚至乎自己去做一些身体检查的时候 都要理性一点 不要说每一次去做检查 自己都要做到今天了 是的 没错 多谢教授你今天分享这么多 有关癌症的普查 以及及早检查方面 一些真的很正确的概念 应该是怎样做 那自己当然是很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 但是有时都真的不要自己吓自己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 一连六集的癌症解密 会有不同的专家和医生 为我们分享不同的癌症资讯 如果各位有兴趣 可以上香港防癌会的youtube channel 去浏览一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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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